加冰是张远2020年10月26日发行 歌曲伤感真挚 讲述了感情中爱而不得的心酸 在短视频被多人翻唱后爆红 如今已成为65亿播放的神曲 最近孙楠在某音宗的翻唱 将原本很悲伤的故事线 又写上了重重的遗憾 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 这每夜存在我怀里 可是这是你和她的婚礼 而我只是嘉宾 我放下所有婚姻 来成全你的爱情 听到男歌要唱我嘉宾的时候 我本来就开始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被超越啊 但是想了想怎么可能 肯定是碾牙 当看到大众评委的眼泪 和张远本人的回应 孙楠的改编就已大获成功 一开口的那种失落感 和撕心裂肺的倾诉 都非常催眉 讲述了更像是一个成熟男人的遗憾和祝福 而作为资深音乐人 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改编王红歌 之前一首善变 就唱出了原唱没有的沧桑感 不得不承认 当网红歌被专业改编和翻唱 会受到更多人关注 还会赋予歌曲新的生命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专业歌手们都翻唱过的一些网红歌 雪猫叫是一首被吐槽特俗气的歌曲 蔡依林在演唱会的改编 却让人非常舒适 原来声音不发嗲 不卖萌 也会很有味道 《踏山河》是七叔的成名之作 特殊的语气唱法也一直饱受争议 不过在杨宗伟几人的改编下 歌曲武侠气息瞬间拉满 这气氛一下不就上来了吗 同样是杨宗伟改编 这首《我想要》却有点上头 除了编曲更加丰富金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 杨宗伟实在是太会唱了 老恋且细腻的咬字 让这首歌哀而不伤 悲而不愤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和地上的霜 想要透光的书画 和照面的光 我想要青春的绿色 和树叶的花 不到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想要现实的真相 和爱的幻想 挫着今生的放凉 和气味的伤 我想要赞色的欲望 和夜里的光 比赞我前掌的女王 我说《山了吧》是一首 卷死音乐人的网红歌 应该没人反对吧 这不下十个标注 原唱切歌词 相近的版本 绝对让你大吃一惊 不过要说专业翻唱 《欲可为》的这一版 却有着强烈的叙事感 外加哭腔的唱法 真的绝了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反感的并不是网红歌 而是有些 不能让人接受的唱法 和奇怪的歌词 但如果细加修改 慢慢琢磨 也不会出现 如今被人吐槽的结果 好了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尹小六 我们下期见